之前在演唱会中倒掉过高空 下潜过水箱的杨成林 在宣布了几日后的演唱会上 将上演水上最高难度 高危险系数的龙卷风秋千后 不仅让粉丝们担心又期待 在城内都成为一时热化 19日杨成林现身 为爱启程世纪寻辉演唱会暖身 好友萱阿萱就特意前来探班 更为薄命的杨成林送上女版钢铁侠战衣 而前有天后蔡依林苦练舞蹈 后友杨成林苦学特技 让家在两位好友中间的萧亚萱 大呼再不玩命就要混不下去了 当然就好像无路可走 我不知道怎么出现在小剧站下一次 但其实送那钢铁人 我觉得另外有意思 就是下次如果 就是讲歌要要求我可能做那种 我觉得真的是很挑战神明的事情 可能要借我穿一下 虽然绝技龙卷风秋千还未上演 但透过杨成林累到抬不起胳膊 坐不下来的形容 也能想象难度有多高 在空中表演麻绳秋千 不加任何防护措施 危险系数更是连保险公司 都将他拒之门外 就是你要构成你是高危险群资格 后来他们说 本来我是要保一日危险群嘛 他们说不行 要么就整年份 那反正我整年的确会到各个地方 成为一个高危险群的人 而一向有极油爱好 更与蔡建雅杨锦华等人 都上演了女女热吻的杨成林 面对难得同场的肖亚轩 却拒绝下载 更笑称极油也是有原则的 我一定会就是之后有表演 然后就是要真的邀请她上台 那种极油 私底下不算 对 这个极油是有一些原则的 我懂了 其实也算是插旗的一种 就很好啊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 自己的那个发泄方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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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